伙伴,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? 蛋仔身上少了一个器官,你们发现了没有呀? 我们所有的蛋仔头上都少了耳朵对吧? 伙伴,伙伴,快看看,蛋仔都没有耳朵。 今天我竟然在蛋仔岛发现了一个长耳朵的蛋仔。 伙伴,伙伴,难道你们不好奇那个长耳朵的蛋仔是谁吗? 那个蛋仔居然长了耳朵,小伙伴们。 注意看,蛋仔有眼睛,有嘴巴,有鼻子,但是蛋仔就是没有耳朵啊。 很多人还在伤心蛋仔竟然不长耳朵。 伙伴,快看呀,换新医生。 他的眼睛都长了出来,可是他还是没有长耳朵啊。 伙伴,伙伴,如果你们的蛋仔也没有耳朵,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 什么? 伙伴,今天我竟然在蛋仔岛发现了长耳朵的蛋仔啊。 伙伴,伙伴,有很多伙伴告诉我说蛋仔中长耳朵的蛋仔有呀,就是TK妹。 伙伴,错,大错特错。 你们看,TK妹的是一个假耳朵啊,他和头发长在一起,所以啊,这是假耳朵。 伙伴,我说的是蛋仔派对中真正长耳朵的蛋仔。 伙伴,我在蛋仔岛,找了三天三夜,我找到了那个长耳朵的蛋仔了呀。 伙伴,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? 在蛋仔派对中有一个蛋仔。 伙伴们,他的名字叫仔仔熊。 小伙伴们注意看,他头上的耳朵就是真正的耳朵啊。 伙伴们,仔仔熊的耳朵就是和身体连接在一起的呀。 你们看,你们看。 所以啊,真正长耳朵的蛋仔就是仔仔熊。 你们知道了吧,仔仔熊长了两个可爱的大耳朵。 你们知道了吧。